歐姆定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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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等黑板乾掉一下 喔 錢子傑回來了 有成功嗎 沒有耶 你是遇到什麼問題 就是怎麼開進來都還是APP 那我 我明天直接用電腦好了 我現在懶得換 好吧 怎麼開都還是APP的話 可能要把APP刪掉了 你可以先嘗試就是把我們的會議代碼抄下來 我有放在Google Classroom 然後你把它抄下來的話 你再把APP刪掉 直接去使用電腦版 然後再去那個網頁 去Meet的網頁 然後再去輸入 反正總之呢 你今天也可以就不要再換了 但是今天的筆記還是要抄的 好 那麼 接下來是電阻它真正的定義 接下來是電阻它真正的定義 好 那麼 接下來是電阻它真正的定義 好 這個電阻就是電壓除上電流 電壓除上電流 那麼 它的 單位 就是歐姆 它的單位就是歐姆 這個 它是有幾何材料決定的 就是說 長寬 長寬會決定它的電阻大小 尺寸 然後它的材質也會 它的材質也會決定電阻大小 那麼 各位我問問題 接下來就是要問問題了 如果我們把這個電流看成是水流的話 那麼 這個水管啊 的截面積啊 是越大 阻礙越大 還是越小阻礙越大 水管的截面積越大 阻礙越大 還是截面積越小 阻礙越大 請每一個人都要回答 行 我們這裡也只有幾個人 請你在那個 訊息欄回應 這樣才有紀錄 再來訊息欄 有兩位已經有回應了 三位 好 謝謝 各位都蠻有概念的 那就是 的確 如果你把它看成是水管的話 截面積如果是越小 阻礙越大 所以它應該會 正比於A分之一啊 A就是截面積 這樣子 那麼 再來是 長度 那長度應該不用問各位了吧 長度越長當然阻礙越大 所以這個是長度 這個截有寫錯嗎 截有沒有一撇 我之後再查查看 那綜合起來呢 你就可以把它寫為 R 正比於L 再去除以A 然後 再給它一個係數 再給它一個係數 就是 Row 這個Row就是 跟材料有關 我們剛剛說它跟尺寸有關係 尺寸的話就是 長度和面積啊 那 Row就是跟材料有關 這個叫做電阻率 G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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可以放桌上 各位稍等一下 各位稍等一下